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发一折 一个月就20几万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要怎么处理这个方案 本来转发是一个月700多块 现在费20几万 真的是心狠手辣 夸张啦 好 那我们就没办法要想一些因应措施 所以你要记得先按YouTube订阅 以后我们发给你 不用发Light通知你 直接看订阅就可以 按小铃铛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好 那我们说台股目前占上一万两千点 这是今天的报纸 好几篇都报这个新闻 台股冲上一万二 很多亮点出现了 但是冲上一万二 那请问现在成交量多少 今年一千四百七十八亿啊 量还是没有很多 虽然冲上一万二 几乎来到三十年的高点 历史的高点是一二六八一 一万两千六百八七点 今天是一二一二二 离六八一大概差不到五百点了 说真的一不小心就打破台股的历史记录 非常漂亮的格局 好 那请问长到这里 请问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跟你讲这个行情不好 你要放空 看空这个行情 其实这些人都不要再看 他们将来一定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们根本 不会看股票 我可以这样说啦 为什么 赵一铭什么时候都跟你讲过了 这个行情多否格局没有改变 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 那怎么看大盘的行情 05就是大盘嘛 888就进到股神系统 天啊股神系统翻多好久了 不是吗 你有看他跌破有看他转空吗 曾经一度出现 卖出讯号 但区域线没有跌破 大概经过四天再度收入区域线 三千再翻多 到目前为止 这个格局都没有改变 那每天跟你讲空啊 喊空啊 你看已经被空几个月了 你被骗了几个月了 大盘没有空 个股有 大盘没有空 千万不要搞错了 大盘根本没有转空 听懂吗 我们再看大盘的周线 看一下周线 来你告诉我有没有空 没有啊 大盘周线也三线翻多了 看懂吗 目前周线三线翻多 日线也三线翻多 日线就是888 然后走空 所以想想看 多少你可以讲空 讲空空了几个月 那根本就不对 大盘没有转空 非常非常明确 少部分的个股有 要小心而已 等于是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不晓得你有什么感想 甚至很多人 现在干脆 退场关亡 很可惜 为什么很可惜 来 我们说 为什么散户不想做不敢做 因为强势股看不懂啊 就不想做啊 他觉得没有行情 干脆不要做嘛 那请问到底有没有行情 当然有行情啊 怎么没行情 今天不创历史新高吗 怎么没行情 那请问有哪些股票有行情 我们来举一些股票做历史好了 看看到底有没有行情好不好 来比如说 漂亮漂亮漂亮你看到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买进去 这多漂亮啊 三线翻两千架很完整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6196的樊轩 哎呦漂亮啊 你看今天又创破断新高了 那请问他翻多多久 四十九到今天九三 快一倍了 翻多已经两个多月了 快一倍涨一倍了 我们再比如说 2419的重期 连续拉四根涨停板 那你看这个漂不漂亮 很漂亮啊 这格局多漂亮啊 那怎么会看不懂 怎么会不想做没行情 那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 投资并 所以想想看 为什么会强势股看不懂 因为你没有丰富的操盘经验 或者是 你没有正确的 正确的 正确的 正确的解盘工具 很重要 所以讲三遍 有啊你有 可是你的工具不正确啊 告诉你转空了 你的老师告诉你转空了 发现不对嘛 懂意思吗 大盘没有转空 不要搞错了 好 高手跟低手观念有所不同 低手不买股票赢 那就长太多 不敢追了嘛 高手不买股票赢 是因为趋势转空了 那空单有时候不好空 那不大够 那不大够 转空就不要做啊 很简单嘛 懂意思吗 但这种情形也是可以避开 因为其实很多股票转空 因为很多股票犯多 懂意思吗 现在是多空并城 所以大盘 额眼绝对没有转空 所以要搞懂 好 三路一直把大盘当作前提 高手追求的是比大盘十倍的获利 大盘说真的 创高没有错啊 可是也说真的也是盘在这里啦 也没有涨很多啦 你看一下大盘 有涨很多吗 好像也还好啊 对不对 也是小幅拉升而已 但是有些个股 天哪 那不是涨很多 那是涨翻天了 有啊 不是吗 那你看这三条线 翻到多久 从这里翻到现在 一个半月 你看多强啊 你看大盘 大盘其实没有这么强 这线比较短 当然也不错 所以你必须看懂它的行情 高手追求是超过大盘的十倍获利 听懂意思吗 那有没有这样的标的有 所以你要想办法来找到这样的标的 不是这样悲观啊 绝望啊 都不对啦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三大法人的买超 今年的三大法人 总共买超上市超过3000亿 这是月份的统计 好我们看2019年的一个统计 2019年 2018年 你看在这里统计 今年一整年 从啊 这个年初到现在 总共就算到12月17日为止 总共买超了3120亿 今年一整年买超3000多亿 去年啊 2018年是卖超4500多亿 所以今年一整年三大法人是买超3000多亿 但是很多人看不懂 害怕 当然有一天他会把这股票卖掉 当然啊 不可能一直抱着啊 卖掉的时候 你要知道就好 他在卖什么股票 你要看得懂 你会害怕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一定会害怕啊 老师啊 三大法人买那么多 有一天到处不就垮了 难道他抱一辈子吗 当然不是 所以当然在做调解的股票 你要小心 就这样而已 好不好 这你要看得懂啊 好 那譬如说三大法人最近要调解什么股票 我们看这十天三大法人卖超排行榜 你可以看到什么 有啊 华通啊 看到吗 卖超11544 1万多张啊 要华卖超15000张 有啊 这一定有的嘛 新兴卖超33909张 看懂吗 最近法人有没有在做调解的股票 一定有啊 他要做换手的动作嘛 那你发现这股票都是什么 都是PCB 印刷电路版的股票 法人几乎都在做调解 是 这些股票 如果配合股存系统三天走空 那你要注意避开 要转空了 你要不注意避开 这非常重要 比如说华通 好 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6号 就是礼拜一 礼拜一涨了2块1 所以有一个 这个投资人就问我说 张老师 那你不是说华通转空了吗 怎么又涨2块1 你不准呢 你要结果不准你就不要看了 你就看别人 看哪个比较准你赶快去看 懂意思吗 张爱民在台面20年了 20年了 不是两天了 也不是两年 20年了 被大家考验20年了 张爱民你每一笔都讲对 每一天都讲对 没有 但是我绝大部分都是讲对的 不然不可能20年 还有这么多人观看了 你看很多人 跟我有的BY之声 都没有人在看了 YouTube你看人数 YouTube是很残酷 有时候看YouTube 就是很残酷 到底有没有人在看 看人数就知道了 没人在看 表示你讲不准 懂意思吗 张爱民讲20年了 不讲两天 也不讲两年 这么多人在看 到目前为止 YouTube 单一集影片解盘 单一天解盘 最高人数的记录是 5万4千人 那就是我创造的 在2018年的3月份创造的 你可以去看一定有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很简单 为什么一天的影片会有5万多人看 表示我解盘一定很正确 好 那我们看这一天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价格 涨2块1 张老师你不准 这股票涨了你怎么是说空头 债民不是看价格 我们说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赢家看趋势 Pro级就最顶级的 看趋势筹码动能 股权系统 所以股权系统告诉我什么 就三线走空 你没看到吗 高档出现四个卖出讯号 那我当然跟你讲转空啊 难道我跟你讲翻多吗 那礼拜一涨了 不见就跌回去了 对不对 不是都吐回去了吗 这格局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空头格局哪有改变 所以当股票转空 你必须看得懂 你不要用错的方法做股票 每天只看到价格 新手看价 原来你是新手 你是菜鸟 你每天看的价格 判断多空 那你当然会成为股市输家吗 下跌过程会不会反弹 会啊 每天跌要早都跑光 大家都跑光了 足利怎么出货 跌两天跟你反弹一天 哦好像要涨了 你看在加码 你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散户啊 本来一档股票套一张 套一百张 为什么 跌一下反弹就追 根本不能追啊 反弹一下又破底了 好失望 反弹一下好高兴哦 再追 所以本来一张 跌一下变一百张 看懂意思吗 为什么 那不晓得空头反弹啊 走空了你就不要随便追股票了 你在股市的一切损失 都是因为在不应该买的位置 买的不应该买的股票 请问我讲的对不对 我讲的百分之百的正确 你为什么赔钱呢 就不应该买去买的嘛 懂意思吗 位置不对股票不对嘛 那当然就赔钱嘛 好不好 你在股市的一切损失 就是因为你在不应该买的位置 买的不应该买的股票 好不好 好 股市基本的游戏规则 看错趋势的人乖乖把钱交给市场 要不然就是带一大堆套牢股票回家 你不是赔钱 卖掉 要不然就套牢一大堆 在手里面 为什么 其实散户就这样没办法 因为他不会做嘛 用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观念来做股票 这些都是错的 如果没有错 那你应该赚大钱才对啊 那为什么说一大堆套牢股票 那表示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懂意思吗 所以方法错误就要把钱交给市场 要不然就带一堆套牢股票回家 没办法 好 那我们看看股票怎么操作 我们用新闻来做例子 今天的新闻 环球晶 台胜科望春风 好 这两档股票 表示他不错嘛 不然怎么会望春风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股票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怎么研判他 很简单吗 打50系统打开就知道嘛 我们看台胜科 我们看环球晶 来 请看电脑 好 环球晶对不对 对啊 环球晶对的啊 3454番多 到今天380 这边曾经出现四个卖出讯号 但怎么样 又被克服掉了 又上去了 三线又再度翻扬了 这种例子有 但比较少 但是我们做股票就是 随趋势改变而调整此股认同 当他突破了 那我们就认同他 翻多我们就认同他嘛 翻空了我就不认同他嘛 就很简单 我就看空他嘛 翻多我就看他多嘛 不会说翻多 你硬要说他空 那你不秀斗 那秘密要说好人 你说人家坏人 那不行啊 那这秘密就杀人家坏人 你说好人 那不是没有试灰了吗 所以股市里面变化万千 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要看得懂 懂意思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同时 已经涨2 4 6 8 10 11天了 三线翻养11天 他跟你讲这个新闻 好那你告诉我 你要买还是不要买 对啊 三线翻养11天啊 你告诉我你要买还是不要买 你现在要买 你是怕怕的 对不对 好你后悔说 啊为什么不刚好翻多 第一天就跟你讲 对不对 要涨一波才要告诉你 那涨一波告诉你 通常主力要出股票了 懂意思吗 这种情形你在追就没有把握 相反的 如果你一个可怕的操盘工具 那第一天 你就可以买了 你干嘛要等到这一天 对不对 第一天翻两你就可以买了 为什么 这一天多少 这边一个小小跳空 最高反压35 4.5 这边360 盘东最高36 3.5 所以他有没有突破压力去 有没有三线翻都有啊 那你一定要等到10天后 你再来说这个很好 那请问从360到380 你告诉我 你要多付一张2万块的代价 你买这档股票 你买10张你就多付20万了 那你一个月你会操作几次 5次好不好 那你就多付100万 那你一年操作12个月 你就多付1200万 你每次最高的这个啊 价格很贵耶 一年就是1200万 对一档股票你买10张就好了 因为你要多用20块买嘛 那10张不是20万吗 那你给你操作5次就100万嘛 那一年有12个月 你一年多付1200万 搞不好你一年都中不到1200万 所以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再翻多就知道了 不要等涨一波 报纸心目出来 你才想要追 考虑要不要追 这都不是办法啦 这都是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在股市里面 你想要成为赢家 是很辛苦的 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 我刚讲一年你要多付1200万了 你搞不好一年中不到1200万 那不是吗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好像还有一档 这个排胜科 对不对 好 3532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对啊 这也是对的 好 为什么今天留个上影线 115.5 看到吗 今天115 为什么 刚好碰到压力区 对不对 这边有四个压力区 这边有一个压力区 那这个压力区其实还没有突破 115.5 3线架构强不强 说真的不强 有没有翻多 有三线架构不强 门口还有个敌人 还没有完全突破 像这种股票 我就不买 那你有没有能力 可以看得这么清楚 如果有那恭喜你 你操作一定会比较顺利 你知道哪里有压力啊 那有压力 就像开车一样 每次我要开中头 要找这个茶笼 特登奖大师杨青青 他们在中头 在那个草屯 那每次经过那一次 一不小心开个X5 一不小心 油门上去踩一下 回来一张法单 回来被老婆骂了半死 你为什么出去开车 开那么快 又一张法单了 我说我哪知道他没有照相 下次我知道了 碰到那里 把它记起来 10.8K 看那一点乖乖的 一张法单也不少钱 对不对 所以同样这个道理 当然股票有压力 有压力我们就不要追啊 你干嘛去跟他硬碰硬呢 对不对 所以你开车也是要避免被照相嘛 操作股票还是一样 你要知道压力在哪里 压力出现呢 我们就先不要追嘛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热钱外溢 高殖利利股 有细畅 有细畅 唉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高殖利利股 高殖利利股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看里面包含什么 比如统一超啊 台硕啊 台化啊 台硕化啊 台硕化啊 他们都很不错的殖利利 按照这个表来算 最近表现也都不错 尤其在台湾50的股票里面 那请问这样买还是不买 说真的 这是外行的记者在骗你的 为什么说这个新闻 是外行的记者在骗你的 记者也是以而传而啊 他们没有那么高的专业 懂意思吗 真的有殖利利这种东西吗 我跟你讲 没有 这是骗你的 这是给你背后啦 你听不懂 哪有什么殖利利啊 值个屁啊 哪有什么殖利利 为什么这样说 很简单嘛 我问你 比如说统一超好了 统一超 今年我们看一下电脑 统一超今年 前三季EPS 7.9 哎呦不错呢 好 那请问统一超 你要参加他的除息 得到利息 利息除以股价 叫做殖利利嘛 100块股票配2块钱 殖利利2% 100块股票配4块钱 哦殖利利4% 比银行好嘛 银行1%多而已啊 所以因为这样比银行好 所以你不要放在银行 你去买这些股票 希望得到他4% 得5% 得6%的殖利利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你要成他除息才有啊 除了息配情给你才殖利利啊 不是吗 好啊现在给你报这个 这么多股票 那你要买哪一档有殖利利 你告诉我 好我买同一超 我买台塑 好啦那我问你 请问台塑什么时候除息 除息一定要开完股东会 股东大会 股东会先决定 除息的价 这个啊 配息的金额 像台塑常常说 我配5毛钱 股东会大家抱怨一下 好啦加3毛 配0.8 股东大会通过了 对外公布 啊 才会产生除息 日期跟啊 这个啊 配多少钱 那什么时候开股东会 公司法有规定 每年6月底 以前要开 啊 前两个月零七天 啊 要这个啊 农券要回布 要除息了嘛 懂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 你根本就不想哪天除息 那你现在就买了好 台塑买进去了 每天就震荡 哎哟震荡 对不对 过一个月看搞不好 怎么赔25%了 你为了赚4%赔15% 到你除息那一天 股价会不会跟现在一样 我跟你讲一定不一样 不是涨就是跌 这样恭喜你 那跌呢 你就惨了 你是为了4% 结果你冒了这 你看现在才12月 你要冒6个月 他如果在4月底开 4月底啊 这个开还好 如果到6月底才开 那除息搞不好更久 搞不好7月8月才除息 那你要冒7、8个月的股价震荡的风险 为了参加这个除息搞不好5% 可是你看你每天要忍受多少 你这7、8个月 我跟你讲你心脏都停了 因为你是保守你要除息嘛 你要这一点点利息而已嘛 但是你要忍受7、8个月股价震荡的风险了 你多痛苦啊 哎 老师我可以龙卷锁单 好啊你怎么锁 龙卷前两个月又7天 开股东会之前要回补 你没办法锁 你怎么锁 他说没有 所以问题太多了 你为了得到4% 我跟你讲 天翻地覆 有一次啊 国泰金 这个富邦金 他也是类似这样发布 哇哦 这个今年的股息啊 指力高8% 很多人想要去参加他的除息 啊 参加进去了 就像现在这个时间 10月2月发布 结果没想到真正除息那天股价跌50%呢 为什么 海外公司在啊 把他搞乱七 把他获利都垮掉了 除息根本就除不出了 等于是吗 我打算配你5块 没有 配3块 所以你原来的5%是5块钱 所以现在剩3块 股东会只有通过3块 环境又变化 公司又赔钱了 把他亏损了 把他亏损不会加上去 哇本来赚很多 被赚很少了 结果股价又跌了50% 你告诉我 你的4%在哪里 你的5%在哪里 你的高质率在哪里 所以没有这种东西啊 是骗人的啦 骗那些外行的人 胡说八道的 同意是吗 不要相信这东西 鬼扯啊 好 那我们看所有的讯息的发布 一定是 公司经营者大股东先知道 再把他传给相关的人 秘书啦 这个主管啊等等 最后再发给记者媒体 当散户拿到最后一手 所以你不可能靠最后一手的讯息 去得到利润啦 因为每个都知道了嘛 懂意思吗 张爱民古西路567条 一碗热腾腾的面 传到第10人 不是凉啊 就是被吃光了 要不然里面一大堆口水的 懂意思吗 你看这个冰啊 在这边一碗面传过去 好 第一个你先吃一口 第二个我不想吃这个辣的 好 没关系 聞一聞 流口水 口水滴到面里面 第三个 第四个 传到第10个 你告诉我 这碗面还是热的吗 搞不好第八个就被吃完了 这还是一碗面吗 连面条都找不到了 为什么 同样的嘛 一个好消息 传传传传传 你看来 都没有了 没有在冒烟了 可能里面还有很多口水 我想吃可是我吃饱 滴两滴口水进去 它已经不是一碗面了 懂意思吗 还变凉面 搞不好早就被吃光了 所以不要这样撒 好消息传到散物的时候 最近法部已经走完了 该买就都买了 该涨还是涨了 你要买什么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讯息 前两天的 面板击洞进入寒洞 今年这个面板支出 创新能性低 当你看到这些讯息 你会以为面板股很糟糕 非常的弱 对不对 好我们看面板股 那今天怎么说创新高 对呀 你会觉得很弱啊 你看这新闻烂得要死啊 三天前的新闻 这个支出 创十年性低 设备急动 对不对 进入寒洞 那你看到这个消息 那为什么股价创新高 你可以告诉我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这边要 新闻消息不一定是正确的 懂意思吗 新闻消息很多次啊 第一个不是过期的新闻 传了好几百人这个面 变凉面了 变成吃光了 要不然呢 消息根本就是啊 跟股价走势相反了 你看这个就是啊 跟你说面板不好 那股价涨翻天啊 对不对 哦 原来股神系统最正确 它是三线泛多的格局 所以你去看那消息是没有用的 我希望你早点觉醒 不要讲很多学会 你在来觉醒啊 老师我赔一百万了 我终于看懂了 这个不要看这个 看这个没有用 还是要看股神系统 可是你已经赔一百万了 何必呢 是不是 来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你看很多坏消息 股价创新高 对不对 股价创新高 跟消息没有关系 聪明的人在股市失败主因 自私甚高 土法连钢 他在各行各很有成就 我是一个医生 很多人来排队 我们也可以赚好几百万 对啊 你是医生 你又不是做股票的人 你又不是股票高手 那是两回事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 自私甚高的人 在各行各有成就的大老板 到股市里面赔了 灰头土脸 为什么 自私甚高 土法连钢 因为他自己想法做股票 隔行如隔山 不要忘记 股市最深的地方 好 好 股市赢家操作人要依据 你有依据才能够成为赢家 你没有依据 你要成为赢家 就很辛苦很困难 好不好 会赢的人 把风险降到最低最少 会输的人胆子放错地方 放错时机放错地方 有没有道理 或者没有 好我们开始来做结股 把大家的股票做一个说明 好不好 看电脑 好今天有五十几个人问 问的人非常的多 我们不晓晓能不能讲得完 尽量把它讲完 时间多久了 二三二四分钟了 好我们讲快点 好这是 有小姐问的 来 五三 四七 四戒 好对不对 格局是对的 那你看起涨之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大堆买机群套 有没有 多头格局 到目前为止 这个格局还没有改变 云哲昌他是追随 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的子公司 股价不大会跌 好不好 这是多头格局的 好接下来是 永光 这是 八四三六 八四六三 好 润态财对不对 格局是对的 压力有没有克服 这更涨一波 涨一倍了 这里对不对 出现卖出去 四八点三 今天四六点四四五 有没有看到这个 为什么上线那么长 碰到压力区 看懂吗 目前的格局 第一线对第二线对第三线不对 第三线不对 第三线不对 动能线不对 动能不足 好不好 讲很清楚了 接下来是俊泽 八零四零 九阳对不对 九阳是对的 压力克服了吗 二十五 二七点五 什么问题 动能不足 看到吗 第三线动能不足 所以他上线的动能不足 这一段是对的 来到这里开始动能不足 多头还没有结束 可是开始有瑕疵了 动能不足 好不好 好接下来是 这个侧名 四九七七 好对不对 你发现三线好像快挂了 看懂吗 还有低档 一二三四五 五个满进讯号 高档也有三个压力 但是目前来讲 三线架构非常危险 这里不能跌破 一个长益可以贯破 三线跌破 这股票就挂了 要小心 当然现在还没挂 还是有机会 但是我 我们还是要看到三线架构 好不好 最少要一个长红棒 来突破这个压力区 才算突破 目前没有 目前还在盘整 盘整的过程 虎神线越来越弱 这是不利的 好 接下来是信2841 我都讲你们那个light的名字 好 这对不对 对的 压力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压力区 这里很严重 当然支撑有 一二三四五个支撑 那我们看今天格局是什么 一个长红棒 长红棒 来突破压力区 最高压力八点八四 今天八点八九 今天突破压力区 突破完三千万多 所以这格局是对的 好 接下来是 尾城 六五三三 对不对 对很漂亮 因为很多买进去 他出现了吗 一二三四五 这不该是对的 缺点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重 好 接下来是 云融 这个四九四七 对不对 对缺点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好不好 今天是万富 一三零一台硕 对不对 对 这边有几个压力 三个压力 这边长红棒 今天再第二个长红棒 突破压力区 这是格局是对的 好 接下来是 三零四一 这是 这个明帝问的 好 这对不对 对 但是怎么样 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有瑕疵了 好 接下来台积电 这台积电不用讲了 都所格局没改变了 好 接下来是 这是碧玉问的 接下来郑村 六七一二 六七一二打不出来 不晓得为什么 怕不出来 好 这新贵的 好 接下来是 英文字的看不到 张 张 应该张先生 三五八七 这对的 但是怎么样 第二线短 第三线短 第三线动能不足 所以这股票多头 动能不足 三线 这两线有瑕疵 好不好 接下来是 巨润 六二零九 对不对 对的 这边有压力吗 有 四个压力很严重 所以他用长龙棒 来突破这个压力去 虽然今天流上一线 可是这个压力已经突破了 29.4 今天30.65 这股票已经突破压力去了 看懂吗 有了 我讲很清楚了 好 好 接下来是 佩奇 这个 雅翔 6139 好 对不对 对的 这格局很漂亮 这已经突破压力去 三线架构很完整 已经翻多多久了 我们看一下 已经翻多 涨23%了 看懂吗 从这个最后一个买进讯号 到今天涨23% 这多多格局是成立的 对的 好 我们再看 禁财 2106 对不对 不对 这格局不对 看懂吗 已经转空了嘛 格局不对了 好 接下来是建大 我讲过了 接下来是 新钢 这是可敬 对不对 对的 这架构很对的 突破压力区 怎么突破 12345 五个压力对不对 长红棒跳空长红棒 看懂吗 所以碰到压力要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长红棒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你讲过很多次了 这格局对不对 对 有没有压力 有五个压力 怎么突破 长红棒加跳空 看懂吗 三线翻多 这格局是对的 好 接下来是 明方 6451 对不对 不对了 这信心格局转空了 好 接下来 树英2421 对不对 我是觉得不对了 创高 股成现在拉不起来 这种股票我不敢做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创建2451 对不对 对 这格局对的 今天又创破断性高了 这我之前也讲过了 这是郑宣问了 接下来聪明 9907 对不对 三线刚翻多 可是压力很沉重 没有克服 他要跳空或长红棒 才能突破 刚刚讲过了 6230 这是 是 宜辉问的 6230 对不对 操纵 空头翻弹 压力没有克服 这有问题了 好 接下来洪昌 问京电 对不对 不对了 因为高档出现卖出去 多头要线路整理 三线破两线了 现在惠奇问 3017 对不对 不对 格局不对 转空了嘛 接下来是 启东问5483 对不对 对的 突破压力区的 这已经突破了 好 接下来是 泰河问景硕 3189景硕 这对的 这已经翻多音涨35%了 接下来 这个RU RU 问艾浦 这我很多天以前讲过了 对不对 对呀 格局很漂亮 这之前有提醒过了 之前有提醒艾浦 有没有告诉我 一定有 如果没有随便你 好 接下来是公信 最开始讲多头股票 5521 打错了 来 公信 5521 对不对 对的 这格局是对的 好 接下来是 这是国宾问的 这是家章 6257 对不对 空头反弹 我觉得他挂了 因为 股价在高点 股神线拉不起来 好 接下来是 妙如问 莱德 2349 对不对 错很久了 好不好 转共很久了 无城问京居 8358 对不对 不对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看到吗 4546压力非常沉重 这格局挂掉了 好 这个淑惠问国泰金 对不对 对的 这格局对了 只是中间如果太多 卖出讯号出现 转阳下就卖出讯号 张脸下卖出讯号 张脸下卖出讯号 做的比较慢 比较问吞 就跑五千公尺 跑一下 我休息一下 我好累喔 快累死了 跑两下 跑两下 休息一下 这个怎么当国手呢 走不走 懂意思吗 体力不够 懂意思吗 不行了 如果你看到 张脸下就有卖出讯号 张脸下卖出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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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远 体力太差了 淑惠问 接下来自重 问京元 对不对 不对 转空了 好 接下来小红问同心 对不对 不对 因为第一线转空 这个架构不大漂亮 接下来 瑞隆 瑞隆问台表科 对不对 隔几算是对的 好 接下来是苏提问洪达电 对不对 我们说这里有很大的压力 压力占三变什么变支撑 38.35 这个长红棒不是突破了吗 对啊突破就不要再回来 因为这里支撑好压力 好不容易占三变支撑 你干嘛要跌破呢 38.35就不应该跌破 你看今天38.0 股票就怪了 股票不大喜欢 好不好 但目前多头还没有改变 但是有瑕疵 因为它要跌破支撑区 跌破压力区 压力跌破 跌破支撑区 站上了嘛 这边三天前站上 站上压力变支撑 现在跌破 跌破支撑又变压力 不好 好接下来是4919 好这是 这个是 谢小姐问了 新唐对不对 不对 转空很久了 你怎么买这种股票呢 这样 很想念你 股票乱买 好接下来是 这是王小姐问了 好这个 00637L 37L 好 原大户 对不对 上涨有没有压力 有啊 18.82最大 1234 四个压力 五个压力 怎么突破 长黄棒突破 有没有 这是前一天 长黄棒突破 突破了没有三千万多 没有 美中不足 我只能这样说 好不好 这是美中不足的股票了 好接下来是 翠玲 问 6667 6672 好对不对 滕辉电不对 因为第一线转空了嘛 鸿海 小徐问的 对不对 对的 缺点 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盘一个多月 动能不足 多头盘在那里 好 接下来延熙问2376 对不对 错了 一大堆压力出现 有没有看到 这股票我就觉得 诡异了 我是不会买 好 文达问33 3455 对不对 不对啊 他转空很久了 是不是转空很久了 买这种股票 打屁股 你钱很多拿来给我花嘛 对不对 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空头格局 转空一大堆 很久你还买 好 接下来建置问6452 对不对 错了啊 高两出现卖出现了 第二线跌破第三线跌破 多头线路整理 好不好 你下次要买买在这里 好不好 好不好 三天前出现卖出现 卖出现把它卖掉 这样就很开心 你就赚到一大段了 好 接下来是 信凯问哪 连电 对不对 多头格局还是对的 好 接下来亚惠问凯胜 以胜 5243 对不对 错 空头格局 空头格局不要买就对了 好 接下来金城问4536 对不对 对 缺点什么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重 第一档出现四个满意训逃 等于是吗 所以这有机会上去的 缺一个 跳空 带动士气 好不好 或是长风棒 好 接下来问历史 问3037 对不对 不对 我们讲过了嘛 这格局不对 好 好 主恩问台塑 台加塑 3 2 2 1 对不对 不对 那格局错了 好 接下来 晚宜问信红柯 最先讲的标的 多头标的 今天 三线破两线 多头陷入整理 好不好 接下来 曾钧问哑光 对不对 缺点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比较重 好不好 最后一个名书问信仓店 错了嘛 这个太短了 压力 动能不足 上攻力量不够 59.5 59.9 压力还没有克服 好不好 刚刚利用时间 把大家全部都讲完了 好 我们刚刚讲过 会赢的人把风险降到最低 会输很长 胆子放错地方 放错地方 傻胆 张爱明实战心法第176 如果想在金融操作领域起飞 你必须累积到 制造一架 七世纪客机的知识量才够 一架七世纪客机 大概需要600多万个零件 组合起来才能起飞 天哪 那我要在金融领域操作 不是混头了吗 学到这么多 足够的知识才能 花个十年好不好 花个二十年搞不好做不到 那怎么办 找一个高手跟人家做嘛 找一个可靠工具嘛 最简单的方法 懂意思吗 你要傻傻弄到什么时候 读到什么时候 太阳下山你还没读完 二十年都还没搞定 想要改变口袋 先要改变脑袋 脑袋不改变 没办法了 好 奇迹难行的大陆 越需要明确指引 没有错 坚持来自于对正确方法 跟正确工具 这个坚持 成功是来自于有根据的坚持 才能够成功的 你跟谁结果不一样 跟着餐饮闸厕所 跟着蜜蜂闸花朵 跟着一万赚千万 跟着乞丐 变要饭 好不好 与其仰望不如同行 跟股省系统同行 互利共赢 看到影片记得 订阅点赞 留言分享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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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开投资限期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为您打造梦想的财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2-2500-6999 4-5999